对面也是跟主持人们一样 开了一把虎阵 胡打虎 对手虽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队伍 但是并不是很虚 而且他也很聪明 知道我的大唐 可能在硬件水平上 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欠缺的 所以果断地选择出了一个双反系制容 而变身卡方面呢 也是全部都选择了三个琴仙 因为他也是估计 看过紫荫城的一个报名阵容 紫荫城报名阵容 当中是有带双天弓的 那这两个天弓的话 如果有一个天弓是魔天弓的话 可能对辅助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这边的辅助也是很聪明 选择变三个琴仙卡防一手 但是主持人来看一下紫荫城 那这样的一个小 就是老牌复战强队的话 在面对对手的话 也是很稳健地开了一个虎阵国标队 主刷边貌似是一个普多地府 单风系大唐 再加一个龙弓的一个国标队 应该是在小小赛打到现在的话 智荣是都没有变过的 好对战双方来看一下 在开局并没有选择过分的激进 主持人这边算是带了一个风哨 号称全服第一大唐的角色 但是水灰盒并没有给对面 直接走向藏点上 对手上方都是很耐心的 先起起状态 踩在塔 续续愤怒 OK的 我们看一下对面的龙弓 也是并没有着急去群秒 而是耐心的先踩好塔 OK的 这一刻我们来看一下主持角 大唐已经是踩上了塔 那下一刻感觉 如果不去给对面走 酷烫的点杀的话 可以考虑给对面的宝宝 打一把破血 清理清宠 毕竟现在刚开局 对不对 对面的宝宝血量 都还算是蛮多的 那如果说是龙弓 没有群秒太多回合的话 是需要大唐破血 补一补伤害的 OK的 瞬间感觉 轻松了许多 等一下啊 由于这样比给咱们切进来的时候 是没有爆发太多的铁杀的 所以在我们解说之前 我们先带一波小节奏好不好 我相信大伙在看完我们官方直播间 直播的每一场PK当中 留下最深印象的 就是刚刚龙弓的那个龙腾 打出了一万四千多的一个暴击 对不对 接近一万四千多的一个暴击 龙弓伤害再也不需要抗龙两下 打出总伤害那么多了 只一下就OK 可见现在的神器 对龙弓的一个增强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伙帮个小忙 公平 咱们敲一波 警铃 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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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铃二四不太好 警铃二四有点斗逼 敲一波警101的表情好不好 感谢一下我们的复战队员 真的 就是因为有他们 打出这么多精彩的伤害 才让我们这么多人 喜欢 爱看 执着地追求 无声谈的PK 谢谢你们啊 刷警铃101表情的同学 都是一些热爱 梦幻稀有的纯真粉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对不对 做人就应该要做纯粹的人 可以 敲一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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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中午头的 准备吃饭之前 咱们就先把表情 带一带 好不好 谢谢你们啊 好 接下来继续再来看一下 这场BK 电视上方来看一下 还是打得比较温和的 依旧是没有爆发 任何一个人头 主持角 这边攻宝宝的伤害 感觉也是很给力 对面 三号位的一个 耐的反防手 也是直接被搓死 而且跟罚宝宝 这手单秒的话也是运气比较好 秒在对面 稍微童子身上 这种随机的伤害 最好是打在对面宝宝上 这样的话也是 怎么说 为龙宫一会全秒 亲宝宝的话 做一点伤害的铺垫 有一些粉丝 说真心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是一个比较 喜欢梦幻西游PK的一个人 那我呢 只是站在精彩方 好不好 如果你们非要说 我站阵影的话 但真心是站在精彩方的 而另外的话 梦幻西游PK 感觉也是一个 独具中国传统美的一个PK 对不对 中间储合汉界 两边拉开阵势 你一下 我一下 对吧 打得有张有法 还算比较OK的 好 这边继续来看一下主视角 这边一速点的话 踩一把罗汉 而大唐在刚刚 踩干将的时候 貌似也没有给对面 走什么太多的点杀 对面阵容毕竟是一个 两龙弓 法坦的队伍 整个那样一个节奏 相对还是比较偏稳的 所以主上边 也是小心为上 是不是 不能打得过于激进 好喝口水 下一个盒子来看一下 这次对面的双龙弓群秒的话 面对主持人的罗汉的时候 群秒的这波伤害感觉打得比较温柔 伤害打得并不是很高 可见虽然是龙弓 对不对 我们策划或者说是游戏 版本里边说龙弓 可以忽略一定的法防能力的 但是可见对面的双龙弓 好像那个经脉并没有点 因为我印象里边 看过龙弓的七零八脉 他如果说是要忽略法防的话 那这个龙弓群秒 就不能够降蓝 是不是 所以对面的阵容当中 在面对紫燕城这样一个抢队的时候 出双龙弓 感觉这两个龙弓应该是有猫腻的 他刚刚群秒这边罗汉的时候 伤害比较低 难道仅仅是因为对面没有灵动 而且主持人有罗汉 保不起对面指挥比较贼 双龙弓是属于那种打蓝的一个龙弓 对面两个龙弓来看也是非常的求问 这次来看一下主视角 大唐虽然是没有采干将 但对面的两个龙弓 依旧是把纸儿给拆下来了 在面对紫燕城这样的一个抢队 感觉还是稳为上 好 这边法宝玩来看一下 一波单秒的话 也是主亲一下对面扫尾童子 刚刚好像有法闯的话 就是随机秒在对面扫尾上 这次女儿也是标一手 但是主视角重高度的人并不是很多 好的 大唐大唐来看这次继续干将裂一波 那对面宝宝 四号位五号位两个点是都没有宝宝了 只不过对面龙弓刚刚踩上了一波指人 那主视角看看紫燕城这样的一个复战强队 有没有顶着对面指人 强行点杀一波的一个魄力 瞧一下干将军踩上去了 这个点杀不点 感觉犹损紫燕城的威命啊 对不对 好 女儿继续标一波 就预感到你的女儿是不会疯我的 而紧跟主视角 这边的金星也是来得有点快 这边的地府速度比较慢 普陀 普陀已经是破甲丢出去了 那主人的地府 大哥 咱 大哥 咱有必要打得这么稳吗 对不对 小小的质疑一下 有没有必要打得这么稳啊 哇 这是要干嘛 我们看前对面龙弓动不动 好 对面五号位龙弓 没防御直接是出了一只宝宝 而对面队长位是全秒了一波 干将 干将第二回合还不点 对不对 大哥 上干将的话 那第二回合应该点一波了吧 好 对面刚刚被破甲的这个人也是直接踩上了一个质人 求稳一波 毕竟防御降了一手 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唐干将第二回合的时候 地府终于是小索王挂上去 要点一波了 大唐扫出去一枪出贴六百两枪 两枪再出贴八百三枪 哇 对面情义很深厚 继续贴 四枪伤害来看一下全贴了一千呢 这边的龙弓 瞧一下横扫 横扫这个点杀估计要坑了 没有打出暴击一千次 很温柔 然后对面龙弓直接走出这波金星 五号位龙弓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是对面队长位是没有秒 对面一号位龙弓速度快精精 不是去保对面队长位出手的 对面整个量还是说求稳一点 毕竟阀传队部的话是 怎么讲 就是追求生存能力的 对不对 每个人的抗性一定要高 不能说是随随随便便的 被国标队点死一个人 死一个人 那可能这个阵容就整个量 有点小崩 龙弓这波群伤害很高 对面感觉最好是早早地把灵动 刷给队长位 虎头位的话是伤害最高的 提伤提25% 没有灵动的话 感觉对面的龙弓 队长位很委屈 ά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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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对哈哈哈 好 这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本龙宫被点死 扫扰 刚刚这个画面 画面屏保了 出现了一点点小意外 老王钓鱼岛吗 钓鱼岛我也不太清楚 都是谁啊 老王输了吗 谢谢你们哈 因为不是每一场BK我都看了 钓鱼岛早积极了 被灭了 可以可以可以 钓鱼岛昨天的那场BK不过我看了 老王的那个龙宫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对不对 老王的龙宫表现很抢眼 我偶尔嫖了一下公平哈 然后看看官方的人也不多 所以咱们再偷偷的小互动一下哈 那个你们啊 就是 那个你们啊 就是咱们观众啊 帮个忙 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每个解说解说的时候呢 都会被骂 我这是发现这个小细节了 听这个解说声音真恶心是怎么着的 对不对 那有人知道我赢字吧 对吧 那毕竟直播了这么多年 随随随随随大伙帮忙啊 有没有我的铁粉 咱一两个人站出来骂我的时候 对不对 其他人也站出来啊 这个解说还是OK的 有本事你上啊 是不是 完了 然后 你再骂我自哥 我就给你拼了 对吧 然后互相吵啊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们公平激烈一点 好不好 不要公平偶尔走出那么一两个 说这解说怎么样的 不太好啊 解说很OK的 谢谢你们 有话有骂 这才显得精彩嘛 对吧 好 放松一下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账BG 好 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账BG主视角啊 大唐刚刚的横扫 不好意思啊 错过了一个点杀 大唐刚刚的横扫呢 是把对面五号位的龙公给小扫王给点死了 点死了 然后紧跟主视角 嗯 现在一个节奏的话 应该是要给龙公挂上一个雪灯 就是给主顺便龙公挂上一个雪灯 然后让龙公保持群秒 轻轻轻对面宝宝就OK了 咱们平时自个玩PK的时候啊 其实也是可以多借鉴一下的 因为梦幻稀有的PK说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总体上来说的话就是 计准一些常规的小套路 对不对 计准常规的一些小套路就OK了 你像一般的节奏都是大唐 一个好的大唐 横扫永远都要对给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偏见啊 如果你玩大唐的话 横扫永远都要对给人 尽量不要去扫宝宝 因为扫宝宝的话 你像现在一号位 是不是 宝宝是有高神的 一个大唐横扫 下位盒需要休息 而你扫一个宝宝扫神的话 那是很坑的 对吧 所以大唐横扫的时候尽量去扫人 扫不死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现在神技的话 在这方面给大唐也是补足力波 让大唐在扫完了之后 被扫的这个点 下位盒再吃大唐伤害的时候 会提升 对不对 会有所提升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唐在扫完之后 他即便是没有死 我下位盒再点杀你的时候 成功率就会提升很多 而且相应的 一旦是扫完了 那么这个点 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愤怒点 也方便资格的辅助去效力它 哎 是不是 你们说有没有道理 这个 骂人的都什么素质啊 不是骂人的没关系 我觉得看直播的话 咱们平时每天生活压力都蛮大的 对不对 有胆量做主播的话 那还怕被骂嘛 是不是 骂人的没关系的 我觉得大伙 你看我都提问题给你们了 是不是 你们可以 怎么讲啊 就互相再争论一下 这时候可以的 谢谢你们 找存在感的可不 好 下一个回忌再来看一下 这次主事讲 大唐干酱继续踩上一把 这是干酱的第三回合了 哦 好像并没有去点杀 我这屏幕比较大 看你们说话我就不能 那我就不跟你们聊天了吧 好不好 我就好好解说了吧 走 诶 这个死亡场怎么说 摸一手对面的好松骚 把破甲紧跟跟上 来看大唐有干酱在手 所以点杀也是很自信 即便对面有指人 要强行突他一波 第五小草王已经跟上了 而且直接小草王挂中 这边辅助在关键时刻 也是没有能够打出精青去解 大唐起草的话 一刀一千六两刀 两千四三枪 两千五 第四枪 初题一千三 看这边的龙弓 龙弓这次并没有选择 单腾或者说抗龙 而是自信的一波二龙系主点 是点着对面队长位二龙的 这 当然也保不齐 因为对面五号位的小草王 可能要拉起来了 所以这边的横扫是点着 对面五号位龙弓秒的 只是随机秒在对面队长位身上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宝宝 伤害有点欠缺 对面好像灵士是带着格挡的 伤害不高啊 好 法宝秒出了一个伤害425 有点小伤 下一个人能读五百多血的话 可见对面辅助的血量 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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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读五百多的话 可见对面辅助的血量 是比较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一宿女儿也是很自信的给她丢了一个钱 就把她直接打死了 哎呀 漂亮 我 我就知道 吃了紫禁城输出的一波点杀 怎么可能还血多呢 好 那 那这个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主视角 法宝宝要守对面法系的实体 就有点过分了啊 这 虽然这边龙公身上没有灵动 对不对 好 死亡虫再摸一下 大唐现在来看一下 哎呦 甘酱还在身上 那怎么说 汤哥 有甘酱在手的话 不点 对不起 相亲父老 这边谁挂了金青 地府挂金青呢 地府挂金青 那大唐只是去平衡一手 平衡一手不过没有破波兰 没破波兰龙公紧跟群秒一波 对面五号尾龙公 智商六百 稍微宝宝顺势被秒死的话 那咱们看一下主视角 其他几个宝宝能不能说是去摸一摸 对面五号尾龙公 到立屁根了 跑到立屁根了 踢出去 童子你是抹的吧 你很温柔嘛 你下次有感知的话 你去给我踢 对面隐身丑啊 听到没有 你这伤害干嘛呢 这不是给紫剑城 对对对对 丢人一天眼嘛 一下次去P对面隐身宝宝啊 咱们说好了 人龙公有纸你干嘛呢 好 这一波我们来看一下主视角 翻天硬化上的话 还 哇 点杀点得好 哇 这个节奏好快 哇 老夫紧张的脚趾头都扣紧了 好 大唐这次是没有干将的 一枪一千一 两枪一千五 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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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一 第一次枪出贴 五号位龙公你血量多吗 好 龙公紧跟 这次是丹藤 丹藤没有出炮击两千次 两千次呢 这边的宝宝 宝宝在刚刚几波点杀的一个发挥 都不是很亮眼 伤害打的都不是很多 看一下这次BP 能不能将功补过一把 虽然同样都是防御比较高的人 但是 是 但是二号位童子 没批 然后虚米一秒的伤害也是一千加五百一千五 没有死 感觉对面的武装也是怎么说抗性很高 对面之所以出法产阵容的话也是自信自个儿的抗性 对不对 对自己的抗性很自信啊 有 紧跟来看赛盒 对面的武装也是金风望月一手 呃 我们刚刚讲过主帅边国标的一个打法呢 就是充分发挥出大唐点杀 然后龙公群骗金宠的一个节奏就OK了 对不对 国标队的一个主流玩法呢 就是这样 而双龙公队伍的话 我去可以 等等等等等等 咱们先不要先扯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对面的两个龙公 也是完全打出了 平民服战队的一个暴力 这样BK感觉要赢紫金城可能有点难 但是自己 既然参加了武神坛 就应该打出这个的风采 全服第一大唐又能怎样 老服想杀你 照样要杀你 哼 愣死你呀的 可以 对面来看一下队长位 有宝宝 刚刚的一个点杀 只用了一把单头 那这额可以秒出来了 少侠 只是不要惨啊 不要怂 不怂他1400吃张 1800没有死 两枪出贴 1200再出贴 好的还是秒死 这边龙公秒他一波 哎哎哎 哥哥哥哥哥 唉 有点想象欠缺 对面的龙公这次来看也是直接被主身边点死 然后顺势的话 虚名法宝也是把对面的四号位辅助 三法就带走了 这波双杀感觉对对面真心是有点小伤的 那比赛打到现在的话 感觉对面已经是坚持的很长时间了 好三回狂暴也是再继续给自己点一个 是回来回溯的一个药吗 没有看清楚 五号位来看也是继续处理只孩子 对面虽然是历史比较大 但是怎么说 在历史局里面也是安部就班的出宠 顶雪 没有说是特别的慌张 整个暗队节奏还不是是很乱的 没有出现什么自动 或者说是吃错五龙丹之类对不对 当然就像你们说的 这好歹是打进16强的一些复战队是吧 这种弱智的一些失误可能不会有 好琵琶 顺法琵琶继续群秒一波 对面人虽然血量比较残 但是 好我们看一下这波虚迷 这波虚迷感觉是要一个收关节 收关节奏了 大唐来看横扫 一枪一千四 两枪两千三枪 三枪一千九 搓死 没有什么太强的反抗能力 对吧 没有什么太强的反抗能力 对面打到现在的话 今天也是说坚持很久了 对面还又走了一波A拉B B拉C的节奏 三号的话也是紧跟再次出一个龜色的孩子 还想要再扛一扛 当然还是说啊 辅战虽然是不像皇宫一样 对不对 但是对面如果说 能够在临结束之前 偷掉主上面一个人头 感觉也是极好的 像5号的龙宫 身上的一个 低腹的大招叫无间裂玉 对吧 两回合一个大死亡状态应该要结束了 那龟色的孩子如果说是多省一省 保不齐有机会把两个关键的输入点龙宫给拉起来 双抗龙 偷一个人头 好不过这样的话来看起来就没办法了 主帅边虚弥 虚弥秒对面龙宫也是比较疼 那可能也是对面辅助 没有办法给自己的法系及时挂出灵动 梦幻系有PK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怎么说 呃 当自己的伤害比这手的防御高很多的时候 这个物理系的输出就很容易打出暴击 对吧 有一个小的想法我也是忍不住回应一下啊 呃 我说罗浮山是一个平民的那个复战队对不对 呃 然后有罗浮山的玩家受不了 哦 那我觉得好 可能是理论上讲 平民各 差是吧 平民对我能杀进武神坛的16强吗 但是 但是我觉得少侠你真心是在那跟我 就是故意跟我吵架的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的 对不对 真心是在那跟我吵架的一个角度 你要这样想 好 主播说这是一个平民的复战队 那么平民的复战队杀进16强了 哇那不是更更更了不起吗 对不对 那平民这个复战队能够杀进16强的话 可见他把所有的梦幻的一些套路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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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出来了 而且这个平民的话也是相对的 对不对 我也是给你们小解释一下 咱们看PK 当然你们骂主播我是不生气的 我也无所谓 对吧 你们骂我是无所谓的 只是自己不要生气好不好 自己千万不要生气 我说的平民也是相对的 谢谢啊 好 这样PK呢基本上也是到了一个收官阶段了 所以咱们互相沟通一下好不好 挑主播毛病的话没关系啊 多挑毛病好不好 多挑毛病的话才能够 多挑毛病的话才能够